立山庭 鞭平各校的白球隊生日超過30年 最近這幾年常常在館來各項比賽當中 拿下第一名的好成績 除了不用學生在運動方面的興趣 學生對館前沒有打球一直可以參加比賽 這種成績感也為學生未來體育割電視打得很好去做 學生雄東認真 聽到夠人的感慨 要來練習白球的基本動作 第三點鞭平高校白球隊已經生日超過30多年 不但在館來主委杯 也就是全民杯比賽當中是得到得到很好的生意 其實在本校的排球的歷史大概有三四十年的歷史 那本校在這幾年的成績其實都相當好 像主委杯排球我們也得過第一名 然後全民杯也得過第一名 對 所以在這104、105、106這三年當中 其實我們得到的獎盃獎項都還蠻多的 雖然還是白球的訓練過程是很辛苦 而且在體育中是得到訓練到貴身苦瓜 不過所有的學生 也只能在一次還有一次的比賽當中 在到貓貓的新主角也越打越興趣 因為我之前看過高年級在發球殺球還有扣球 扣球我當初覺得就是很酷 可以鍛鍊身體 讓自己健康第一次 所以一開始就會練很久 越練越順手 一開始看到電視那些選手殺球 感覺很帥 老師我才參加排球隊 雖然來學排球很累 可是最後會覺得很好玩 從一開始他們會排斥 他們還是覺得體育館很熱 然後到後來逐漸他們出去比賽 他們開始享受這個比賽的過程 那種快樂 然後因為排球本身就不容易學習 一向的學習過程當中都需要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們從不會到會的過程當中 他們覺得他們在成長 那也當然希望說這項運動可以帶來他們一些正向的能量 當然這個排球運動 它是可以讓學生消耗體力 也可以培養他們一些刻苦耐腦的精神 那對於養成健康的一個運動習慣也非常有幫助 當他在排球運動裡面得到滿足之後 可以回饋到領域的學習 讓自己呢在學業成績方面呢 也會有一個穩定 甚至於更好的表現 在校長的支持 已經到了用心鍛鍊一下 讓學生為完全沒有打球開始培養 一直到可以比賽得到第一名 不但為學生的未來運動發展 拍了最好的基礎 也能幫助他們在校長白鎂阿立 一直到有更好的學生日 記者就算掌握報道